得安东尼有两把刷子,猛龙四年没救火的大将,火箭一场就解决难题,在今天结束的一场祭前载中,休斯顿火箭以131比115大圣灰熊队,取得了开门红,今天这场比赛,虽然主角是哈登加保罗加安东尼的三巨头组合,球迷们也想看看他们之间可以擦出什么样火花, 但事实上,今天三巨头只是佩菜,火箭的板凳席,才是给人最印象深刻的地方,疯狂的突击手外加传球大师的麦卡威,篮下的小扁王克里斯,新的铁扎恩尼斯还有巴西杜兰特卡波克洛在防守端的威慑里,这些球员都让人眼前一亮,如果硬要说谁的潜力更高的话,无疑是卡波克洛,身高2.06米,却拥有2.31米的高度, 恐怖臂展,这样身体在火箭几乎是无人可敌,独一分的存在,而且前几年美媒还报道2.31米的臂展只是刚进联盟时数据,近几年卡波克洛又长了几公分,现在他的臂展可能,已经超过了2.31米,从今天比赛的观看感想来看,卡波克洛看起来还真的很像杜兰特,一样的身高,一样拥有长臂, 而且德安东尼今天还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尝试,他让卡波克洛转型成5号位,这是卡波克洛从未打过的位子,在猛龙时他一直打的是3号位,但是打3号时却暴露了卡波克洛的一个缺点,就是他的移动速度,无法有效地照住侧翼防守,这让他成为了四步向球员,不仅防不住,投篮还不稳定, 但是打5号位时,卡波克洛却焕然一新,在今天上场短短9分37秒的时间里,他就三投二中拿下了6分3个篮板,两次中攻一个抢断,两次盖茅全面数据,还命中了一个3分球,出手颇有杜兰特的感觉, 而且,德安东尼把卡波克洛放在5号位无疑是激活了他,在3号位上,他的移动不足,但是在5号位上,他的移动就相当出色了,而且篮下阔矿顶级,利用长臂可以轻易封杀进攻者于篮下,今天的几次封盖都相当惊艳,而卡波克洛之前在猛龙四年都没解决这个难题,火箭就帮他解决了,而且别看卡波克洛在联盟已经打了5年了, 但是事实上他今年才23岁而已,比卡佩拉还年轻一岁,如果火箭能好好培养未来前途不可限量,或许会是明年季后赛,防守杜兰特的终结武器,毕竟卡波克洛拥有令杜兰特艳繁的身高和臂展